哈囉 歡迎來到野菜露露 我是Ruby 我是小野 今天呢 我們來到小琉球 素食者來到小琉球 是不是都不知道可以吃什麼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發掘小琉球的素食 讓你們從早餐 一直吃到宵夜 讓你們吃好吃滿 那我們就出發 走 好 我們現在來到小琉球的第一站 吃早餐 小琉球歸史一間的素食早餐店 沒開 我怎麼不開 連兩天不給我開 好啦 沒關係啦 就是小琉球很常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營業時間跟滷溝上面水完全不一樣 所以來之前呢 他有提到電話 記得先打電話說 早天會不會營業 會的話 再過來 我們現在呢 就是帶大家去另外一間 提供素食的知名島湯店 介紹給大家 走 好 我們現在來到同媽媽早餐店 這裡是小琉球非常有名的早餐店 那他們最有名的是琉球櫃 但琉球櫃是昏的 那我們昨天已經來過 詢問過了 他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沒有寫在菜單上面的隱藏版 素食炸鬼 你跟他講說你要吃素的櫃 這樣子一份30塊就會有了 他們那邊也沒有座位 所以我們就要帶回現在自己住的民宿 然後他也都是使用一些免洗的餐具 所以就建議大家還是自備自己的環保餐具喔 那這個我們昨天啊 其實有去採點的時候有先吃過 他通常是用炸的 但是我們最近炸的吃太多了 所以我們這次請他用煎的 當然炸的會再多一個香氣 味本身味道還不錯 炸的話是外面就是會有一個酥脆的口感 然後他胡椒粉其實撒蠻多的 如果你比較不想要吃那種的胡椒粉 要先這樣撒少一點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負擔 我跟吃炸的其實都會覺得很膩 再來這個是菜包 哇 有杏鮑菇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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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豆皮耶 豆干 豆皮 杏鮑菇 高麗菜 青菜 它這個好吃耶 像這個桂啊 它其實它的煎台跟炸的都是荤素一起共用的 所以如果你會介意的話 就可以去買它的家的菜包 菜包還蠻好吃的 當然其實這裡很多的早餐店 都會有素食的選項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吃就是比較純粹的素食早餐 就不會有荤素一起的話 就是早上我們剛剛先介紹的那一家 好理素食早餐 我們現在中午來吃 粥太太養生蔬食廣東粥 那它所有餐點都可以做成全素的喔 這個是我點的泡菜炒刀削麵 嫩薑絲瓜粥 我蠻喜歡這種刀削麵 個人愛好 難怪我耳鮑菇量還蠻多的 其實它分量都還蠻大碗的 這個粥 對 其實跟我們的頭差不多是大小一樣的 真的很大一碗 好重喔 它的菜單上面是有淡奶素跟全素的分相 如果你是全素就包全素 蛋奶素就包蛋奶素這樣 吃全素的就建議不要點廣東粥 因為它的素肉 然後蛋滴蛋 蛋汁都是蛋素 我覺得是我們這裡一天味道吃得太重了 我覺得超級舒服 之後也比較好消化 讓你下午去運動啊去潛水啊 對 完水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好 我們現在人在一隻紅湯包 因為剛原本要去吃小本愛玉的炸物 素的炸物 但是它不開了 它要一直到過年才會開 所以我們就只好往回騎 然後騎回去的路上就剛好看到一隻紅湯包 還有素食的選項耶 還有蒸餃 還有水餃 素食喔 都素的 而且是全素 我們現在是蒸餃的 對 蒸餃 蒸餃的皮滿粗的 內餡我覺得真的有一點像杏桌的味道 然後一點高椅菜跟冬粉 然後還有一些料 我覺得不難吃 不難吃 滿適合 真的滿適合下午當個小甜心 如果你不介意分數店的話 對 然後現在天氣比較涼一點點 有看可以什麼個湯 紫菜湯 紫菜很多喔 然後滿滿的紫菜 然後再 這一碗才20塊 在小島上的紫菜真的是 對 很鮮 對 很鮮 今天的晚餐 岩石美式餐廳 我們再找吧 下一間 逆膽舒服 我希望他有開門 拜託你 好 我們晚餐終於找到我們要吃的地方了 就是這裡 佛西素食 這家店其實我們也有找到 他原本的名字叫做 伊美金素食餐廳 對 我們已經打電話去確認過幾次了 說請問你們有開嗎 那他都說他有開 但是我們不知道原來他改名了 所以我們到了那個地方 他原本的地址 就已經不是那間店了 剩下的就是佛西素食 那這家店你一進去會看到素食製作餐 但其實他也有熱炒的部分 現炒的喔 菜都來了 那吃飯囉 開心了 他開心了 看到這一桌好料 還有這個湯 可是我只能說這一桌端上來啊 我不相信我自身在小琉球 因為這幾天下來看不到這些 你知道嗎 而且這是真的素食餐廳 對 就是來到這一間吃的話 就真的不會擔心 吃到非素食的東西了 我們現在是在咬湯 然後這一道湯叫一品燉補湯 因為這幾天真的太累了 對 比較累一點 好 喝吧喝吧 燉補一下 他裡面料真的蠻多的 好舒服喔 還有我們點的是素羊肉灰飯 然後三杯雞丁 然後這個 五根刺頭 還有我們的藝品燉補湯 小琉球這裡的店都很早收 他好像8點就要收了 好 記得佛心素食8點就要收了 所以要往快來 好好吃喔 現在是有點感動 這幾天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早上的素食 真的素食店真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分出一起的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我知道為什麼 今天老天爺也要讓我被吃碰壁了 對 因為我們原本是打算 介紹一些特別的東西給大家 我們想說佛心素食 就很明顯它就是素食店 我們原本以為它只有自助餐 但是竟然發現它是 有那種肉炒的菜單 驚為天人 對 真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宵夜場 我們來吃椰酥 椰酥呢它的營業時間也是比較特別 早上是6點半到10點 然後晚上是晚上6點到11點 而且他們差點都是全vegan 無蛋無奶 無蛋無奶 全素的喔 椰酥它那邊沒有座位 所以只能買外帶回來 然後它不提供竹籤 也沒有吸管 對 吸管 所以就記得要帶環保餐具跟 帶子 那裡面的香菇啊 玉米筍啊 香菇 甜椒 分料還算 我覺得還算不錯 CP值算蠻高的 其實我算覺得好吃 我覺得是有香氣的 以80塊來講算好吃的 第一口不會驚訝 但是我會想要再吃兩口這樣子 就是默默的吃完 全素的雞塊 它比較沒嚼勁 它只會外面再穿 脆 然後咬下去 之後它就是綿綿的 沒有很適合我 它這邊好吃 它這邊可以喔 而且真的有魚味 它比較像是甜不辣的魚漿的味道 然後蚵仔色也是不錯的 蚵仔色也不錯 好那下夜就吃到這邊啦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來吃的一個點心 是在小球非常有名的 古早味早餐 爆漿黑糖包 不知道其他有沒有兩包黑糖 對 它有賣早餐 但它晚上也會賣 它早上跟晚上賣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真的爆漿了 好香的黑糖味 好濃郁的黑糖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它的麵皮啊 是老麵皮 是那種有嚼勁 然後越咬越香的那種老麵皮 其實它搭在一起不會太乾 它其實是滿軟嫩濕潤的 而且黑糖不會太甜 我覺得這很棒 對它的黑糖不會太甜 你剛好 等一下有地方吸送 它有點大顆耶 它這一顆多少錢 15塊 15塊而已喔 這個是那個 蔥油條 然後這就是vegan的 它裡面有含蔥 但是它晚上沒有賣這個 對 它滿香的耶 滿香的 但冷掉了 對 冷掉了 我覺得它熱熱的吃會很好吃 最後再來呢 要來小琉球必買的小吃甜點 麻花卷 而且它也是一個超貢的伴手禮 那其實麻花卷基本上呢 都是素食的 除非有的有奶素 有的有五辛素 所以買的時候呢 稍微看一下後面的成分 麻花卷啊其實就是 小琉球很有名的東西嘛 就是大家可能會期待的伴手禮 小琉球在地的人 都跟我們講說麻花卷的口味 其實大雙小異 其實我就覺得選 可能離你民宿比較近的 方便買的就好了 OK 我們現在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這次小琉球素食餐點介紹 這次就是素食早餐比較可惜一點 沒有吃到小琉球唯一的素食早餐 店家過後 其實很多店家都沒有開 真的 我們在想說 他們是不是串通好 大家一起出去玩 那這次的小琉球素食大餐說 只有介紹到這邊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G 一定要訂閱起來喔 我們超用力在做這支影片的 小琉球真的好難找 我們第一個找離島 就找小琉球 他超崩潰的 他在那邊大喊 怎麼那麼難找 小琉球找素食好難喔 不是因為你連碰壁四間五間 你真的會 然後又沒有很多間 所以就 好啦 而且其實我們都還有先打電話確認過 只是我們沒有跟他講說 我們哪時候會去 對啊 如果你早餐比較建議 可能葷素店的話 那就是去全家或是AVEN 佛心素食也可以 佛心素食也有 他也有一早就有了 對 然後那個椰酥啊 椰酥也有 椰酥是Vegan喔 對 椰酥也有早餐 OK 那就這樣啦 掰掰 現在可以看信仰耶 好 我要先去睡覺 好累喔 超累的 掰掰